福希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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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天使今日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註實收看福希萊勒 福希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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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油的堆 可能毒師 做很多種化 有種強烈農民 返鄉給他高層 大白糖豆的阿Q莊會吃到 好好喔 做得做到家鄉 因為去世還沒當上的 做得到的不可妙麗 不過去世就做到家鄉 以後會面對的不斷牆 那個動態片的農田 還有很多辛苦的洗頭 還有很多可能銷售的一些壓力 很多事情都會來同態家裡講 來同態家裡分享 來同態家裡分享 基本的節目當中 那位同態家裡分享 兩位 做得到桃園的返鄉的青年 那位同態家裡分享 記得到的經驗 不過記得到親鐵片 鐵片都不在搜尋 記得到不但唱中田 中東西 韓國和瑜伽做結合 韓國有了沙扁福利來做結合 所以記得到這個中間 小小的記得來分享 基本的影片 來分享 在桃園兩位 他們兩個搶眼農民 先來逢每個冰羊 冰羊的身上 冰羊 大家好 我們在冰羊 先防香菲來做復興 好,冰羊鴻老師 到節目當中喔 eszster號也是他的夥伴 和我們的淑妹老師 冰羊 大家好 我是淑妹 很高興今天來到這邊 好,冰羊兩位 到節目當中 今天問題 大家在視覺上面 也會有一點點不太習慣 因為他在說什麼 動車動車怎麼那麼多 因為記得做瑜伽 本身體體驗的恐懼 做瑜伽和很多老宗舔去做好 阿Q 幫我講到這主題 真的是問號問號在頭上 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說如果瑜伽運用的老宗舔 很密就有做好 真的請洪基老師 跟特教分享一下嗎 你还要亲特别的经验 去台北早上差不多有十九万一十年 因为工作压力 所以就开始练瑜伽来输解压力 后面了 爸爸妈妈 要有多年 想要专业照顾去 也想要专业 附近有点甜 那这个甜怎么办 就是我必须要去照顾 想要专业 专业 其实小时期 专业走路很轻 因为可能专业的附近有专业的声音 全部都专专到附近 本爸爸妈妈也放去甜 对啊 其他声音就出去都要专业 对 专业 专业就放学时结束去甜 甜丢专业 很专业啊 除了 做到 趁烦去 要做到惊 对 所以就想说 专业专业 除了 种田之外 要做到 让这件事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哦 我就想到在 我们在我们在都市的时候 我们在练鱼家或是都市的这些 这些朋友 对 在两年的时间 去郊外 去休闲农场 聊 哦 刚好有这样的空间 我想说 哎 那就把这个 这个空间把它分享出去 那刚好 我记得我去巴厘岛的时候 在那个田里面 做那个瑜伽 那个是最棒的一个 的环境才能够做这个瑜伽 对 刚才有看到胸片 就是有一种吸收日月精华的感觉 因为你们都胎刺眼跟梵筋 做最自然的运动 哦 所以 那个不那个人去巴厘岛 本来有那种灵感 最后的地步 可以在田里面 做一些事情 当然我周边的朋友 我带他们到田里面去的时候 他们也是很享受这样 看到稻浪在 在飘动的时候 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 对 韩国也有一种风吹的那个稻田 也是有一点那种声音 像海浪 稻浪的声音 所以那个就有稻浪瑜伽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 真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体验 对对对我们 接下来六月份 刚好是我们稻子 已经长得很旺盛的时候 就会有稻浪瑜伽 好有趣哦 古早年来 人家有把福气来来 没有同胎给他来收集 那个玉美老师的瑜伽 有没有 其实要瑜伽 不但想做的第一副卡组 可以做的那些铁土方舟 可以做的那些散风舟 也可以去海滩做 其实都要 福气做瑜伽 也非常的有益身心健康 对不对 像安永家经验 不但想老亚舔梯 好做瑜伽 也要说好福气 发展与人类做分享 其实也跟社会福利团体 来做分享 对不对 是是 怎么样的一个分享过程 其实我们在 学瑜伽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瑜伽其实 除了很强调跟大自然 天地合一之外 另外就是你分享你的爱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 我们用最自然的方法 我们不用农药 不用化学肥料 生产这样的食物 除了让我们很多人 可以去享受这个自然的食物之外 我们也想到有一些社福团体 我们的肉食团体 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的农作物 他们也可以享用到 尤其是我们在都市里面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外食 对 那他们支持友善的一个耕作方式 可是他们要他们在家里煮米带回去 对他们来讲 有时候是一种困扰 是负担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你如果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耕作的米 你可以把这个米分享给社福团体 把它捐给他们 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方案 这个你们有一个方案的名称 而且很可爱 叫爱的鼓励 爱的鼓励 鼓是那个 鼓啊 鼓鼓 鼓鼓米的那个鼓啊 爱的鼓励 对就是一个谐音 那其实也是 能够让我们的这些都市的朋友 他们有很多人支持 友善大地的一个农法的一个概念 那把他同时去分享他的爱给社福团体的人 那其实我们在捐这个米的过程之中 其实也有碰到一个很棒的机缘 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 可不可以到你们田里面去玩 因为这些社福团体的小朋友 他们要出去外面很不容易 为什么 为什么不容易呢 他们遇到的困难在哪里 因为带他们去外面需要很多人的照顾 很多的意工 但是在我们的田里面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 而且他们从来 几乎很少到田里面去 对 所以 他们就说 可不可以到你们田里面去 能够带我们的小朋友到里面去 所以后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田园社福的一个爱心的方案 所以也是你们自己带小朋友到田里面去 让他们 可能看看大自然的作物啊 感受一下泥土啊 对体验插秧 体验收割 哇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实际体验 不但你做得有机会 如果你是参加这个爱的鼓励方案 你成为股东的话 不但可能自己可以拿到一些米 有自然种法的米 自然种法的米 你还可以把这些米跟爱心团体来做分享 跟福利团体做分享 支持这样子的非常友善大地 以及友善社会的一个理念 是 就是像安永鸡逢舍 那条版的 不像糖果鸡 像这样子 在稻田里面做鱼这样 非常非常的有趣 不但像鸦片 动生气 在其他地方 驾到种的东西 要动生气 你们种的米 其实一般在 尤其是在桃园龙坛 就是直接就想不到桃园三号 是 是 很清楚的一个品种 不过拥到种的 好像不是桃园三号哦 对对对 淑妹老师 我们种的是 仙十号 台中仙十号 台中仙十号 对其实这是一个误打误撞 因为其实米有分梗米跟鲜米嘛 我们先以单纯以品种来讲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 梗米跟鲜米 它们米的特性 个别是什么 像我们种的是 仙十是 长米 对就是我们讲的仙米 那它是台湾的 在地的品种 对 那过去我们对 糙米的印象会觉得说 就是很硬 所以它是糙米的一种 其实糙米跟白米 只是免制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们这个仙十号 是用糙米的方式 仙十号对 仙十号是长米 那我们会种这个品种 其实也是误打误撞 像刚刚阿琴妹讲的就是 我们本来是要种桃园三号 对 那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是有认识社大的老师 他刚好就是说要来我们这边租用我们来快递 然后就是他本来也要种桃园三号 种在地的品种 结果就是要在 就是要插秧前 他就刚好跟那个育苗厂的那个时间没有桥好 育苗厂说 那个秧苗来不及供应给你们 所以他就很紧张就赶快去宜兰那边钓 那当地的品种过来 那就钓过来就是仙十号 所以你们从来也没有对这个品种有任何认知 也没有先做功课 只是想说哇糟糕了今天要插样了 就没有苗 对没有苗 然后赶快就是赶快从那边钓过来 然后钓过来之后 就是种下去 因为我们当地没有人种过这个品种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品种 然后老师种下去之后 我们就是跟在他旁边学习嘛 那种下去之后又遇到寒流 虽然他长得非常营养不良 然后就是附近的邻居还有长辈都会觉得说 我们我们的就是我们种的很丑 对他觉得我们这个米好像快要不行了这样 可是很奇妙就是 这个品种其实他就是很 就是在我们这边适应的很好 所以他当年的收成 其实他的产量也很好 所以就算你们意外种的 而且也遇到了田子母猴这些状况 甚至他看起来也长得不好 但是最后 他却是长得好的 而且也是用就是天然自然农法的方式种出来 对对 所以其实来帮我们收割的农友 他都很讶异 他就说 你们这个没有用农药也没有用化肥 就是省了这一笔钱 然后产量也没有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开始很好奇 然后就是第二年的时候 就有一些农友也来种种看 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入第五年了 就有更多的附近的农友 就是也来种这个品种 甚至于我们以前就是 央苗都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钓 像第一年是宜兰吗 然后还或者是说到更远的南部啊 或是新屋去钓 那其实现在就是在附近 也有 对有育苗场 他愿意育这个品种了 哇 古早你看 基本上有孕色一种新的蜜的品种 不过后 先用很够的故事 我和大家来收集先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 好 分享大家 有赞兰福气来呢 我们在做一些阿琴妹 今天节目当中 我和大家来收集两个 赞兰桃园 浪潭的 返乡青年 返乡的农民 今天我们不但讲 当中东西 中米 中西头跟中西 我和你田图好做瑜伽 同学就是东胸苏 刚才有看到胸片 就是一个很美的画面 很天然本人有一种 东胸苏的感觉 故事刚才美团太高乐 分享到的有中的蜜 跟种的蜜叫做鲜石号 对不对 这个鲜米啊 按用给蜜 用糙米的方式来处理 其实董东人都不太喜欢吃糙米 对不对 其实我本来 我自己也是不吃糙米的 对 因为我觉得糙米很硬 然后就吃不习惯 所以就是 那时候回家的时候 妈妈都为了健康煮糙米 对 然后我跟她说可不可以煮白米 我就喜欢吃那比较软的那个米 对 但是我们就误打误撞 种了这个米之后 我发现它可以用水分 去控制它的软硬度 真的吗 对 就是 超级米的带来的鲜是稀饭 稀饭它的水分一定很多 对 就是你想要吃软一点 你就是多加点水 或是你用热水下去煮 对 那如果你要吃粒粒分明 比如说你要做炖饭 对 或者是炒饭 那你就用就是比较水分 比较一般的那个水分下去煮 对 那个你可以用水分 去控制它的软硬度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是 对 因为我其实是喜欢吃这样子 没有什么水分的稀饭 就是煮都懂糟 然后但是 因为一般白米下去煮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吃不到 会糊掉 对 会糊掉 你可以吃到它的口感 对 吃得到它外面有种 啪啪啪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燕麦 有一点点接近 但是又没有像燕麦那么硬 对 然后你里面 用舌头也可以把它化开 就是软绵绵的稀饭 还是吃得到 你可以吃到它的口感 但是它又不是硬的 它是很软的 对 所以糙米煮成稀饭 也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口感 对 而且这个很简单 就是其实你就是 像我是放点八角 然后回香 八角可以放在稀饭里面 八角回香跟姜 先下去爆香 然后爆香之后你再把 比如说你要加一些红萝卜 或是南瓜或地瓜都可以 然后再就是下去把它炒一炒之后 再加点水下去焖 最后你再把那个饭放下去 所以这个饭黄黄的是用南瓜吗 对 是南瓜的颜色 好好吃喔 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 就是这东西一直拿不下来 好不好 刚才都快拿着 快生 真的非常美味 我没有想到 像暗用的糙米 然后下去煮成稀饭 做得煮成很厚 而且它这个糙米啊 它是淀粉 它是高鲜低淀粉 高鲜低淀粉 所以它的GI值 应该是算很低的 对 所以我都会开玩笑 就是说这种米啊 吃会饭吃不会胖 对啊 好棒喔 就是很适合我们都市人 或现在人吃 因为大家运动量不够嘛 所以但是你吃饭 很容易变胖胖 对 但是其实这个米就不会了 对而且其实董董你吃鲜米 像我们去 我才刚从泰国回来啦 那我去吃泰国 去吃泰国的鲜米 其实有点不习惯 对会觉得很干 对干干的散散的 尤其是要拌咖喱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黏在一起 但是这个 它其实还是有黏性 它的特质 鲜食已经有经过 我们台湾的改良场 去改良过了 对所以其实它的口感 有就是已经改良过 变得很好吃 而且它这个米是 我们那个东南亚的 那种外交官的秘密武器 为什么要拿来当秘密武器 我不懂 就是跟你一样就是 就是到东南亚去的时候 如果是他们当地 要宴请客人的时候 他们一定都要煮得 比较干粘利 Perd Unt 他们喜欢吃散散的饭 对 他们当地都喜欢吃散散的饭 可是我们自己比较 就是我们比较不习惯那个口感 所以就是如果自己吃的时候 就多加一点水 所以那个煮起来 就是会有一点黏性出来 对кие 所以你可以用水分 去调整它的软硬度 原来是这样 对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不是说亚真子 或误打误撞 找到一個董梯片的品種 往到台中鮮實 好 古董天士忌頭前的觀眾朋友 剛才贏到最愛用品種的蜜 要做得去吃吃看了喔 好有趣喔 但是其實蜜不但像 做得拿下去直接煮飯 跟做得拿下去煮作 跟做得拿下去做其他的用途 比如說你們就拿來做了醋 而且這個醋跟一般我們 認知的醋的做法是不太一樣的 懂得你你就會拿可能水果 水果 加糖 然後讓它發酵成水果醋 對 如果你們的米做的米醋 不是用這樣子的發酵方法 我們的米醋是天然醋 因為一般醋有釀造醋 合成醋 那我們的是天然的米醋 它就是用我們的糙米 然後再加水 再加好菌 然後就是下去發酵 三個月之後 然後再把它過濾 然後再讓它變成 就是再放一段時間讓它變成這樣 所以其實它的味道 跟一般外面的糙米醋有點不一樣 它的酸味沒有非常非常的重 不是嗆的那種重 對 一般醋有的會很嗆 燒喉嚨的感覺 對 那我們的醋是不會的 那如果說是小朋友要喝 或是怕酸的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加點蜂蜜 對 或者是說加一點 像加一點其他的那種水果醋 那我們的米醋是無糖的 對 所以其實是更健康 沒有糖耶 但是它是已經有加了一點蜂蜜 我有喝到一點點蜂蜜的味道 不過跟一般 Noboy的水果醋比起來 糖飯真的少很多 對 就是完全無糖 然後用好菌去發酵 然後可以吃到整粒糙米的營養 哇 古早其實最愛用的飯 高的酸酸酸的方式 而且我們要那個T100糖 因為一般我們就是糖 糖做的醋嘛 糖釀造的醋 或者是可能就是合成的醋 那這個就是用天然的方式 來做的米醋 當TPL 糖釀加下去分享 不過今天糖釀加下去 新的米給品種的醋 在稍後也就 爽吃啊 雙粥啊 他們要不要來糖釀加下去 分享一個很可愛的甜點 這個是西式的甜點 叫做米布丁 是 那這個米布丁 也是淑美老師自己做的 對對 自己做的 其實這個非常非常簡單 因為有時候夏天 很熱啊 你吃不下飯 或家裡的小朋友啊 他們就是比較挑食 然後不喜歡吃米飯 你就可以用米布丁 好好吃喔 這個也好好吃喔 對 你就是用豆漿 然後再加糙米飯 我自己是用兩碗糙米飯 然後再加1000cc的豆漿 然後你用果汁機下去 把它打一打之後 如果說想要吃甜的人 你就加一點糖 或是直接去買低糖的豆漿 所以就不用再另外加糖 那果汁機打勻之後 你再用小火把它煮開 那煮開之後 你再把它倒到你的容器裡面 它就會自己凝固了 因為我們沒有加 那個凝固的那種吉利丁 因為通常布丁就是要嘛用肉 用蛋讓它凝結 要嘛就是加吉利丁讓它來凝結 但這個是完全不用再加的 沒有 因為它就是米跟黃豆 然後本身的那個膠質的部分 然後讓它凝結這樣子 對 它湯匙挖起來 有一點點像是那種 吉拉米蘇蛋糕 蛋糕慕斯類的感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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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這樣子很簡單 就可以用糙米來做布丁 非常非常簡單 說真的耶 我覺得好適合夏天吃喔 很適合小朋友 嗯 小朋友 可能在你那天的時刻 就會知道說 沒想要吃飯 你就做得下去做這個 米布丁的本期阿豬塞 所以其實像光是一個米 就可以讓你們變出這麼多東西 想阿豬一年四季 一定也有種非常多不一樣的作物 故事喔 我們請芬基老師 總得教你分享一下 你阿豬出台中米營的 一年四季還有種哪種東西 好 我們 我們阿豬的米喔 在北部是兩棋座啦 在南部是三棋座嘛 好 那再來 因為我們用自然農法 所以比較沒有在用肥料 所以我們是做一棋 修一棋 一棋而已 對 對 對 就是第一棋 一年蜜 就一書一拜聽聽 對 所以我們在二棋的時候 就種繁蜀 地瓜 那 只有種一點點而已啦 忙不過來 好 因為 忙不過來 好實際的問題 對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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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的田主要是 爸爸跟媽媽提醒在那裡做的 所以 我把他們當作是 老師 師父啦 然後去學 因為我 小時間沒有做到 天祖到的 對 我還請求沒有做的 對 其實 天祖聽聽啦 爸爸媽媽那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做什麼事情 沒有真正去學校 所以 然後開始種的時間 所以慢慢的老 整套把他學起來 對 所以我就把我的爸爸媽媽 把他當作是老師 嗯 好 那 要學就是要比較紮實一點 慢慢的學啦 所以一年增加一種作物 就是我的計畫 哦 古書雅哈宗會踢五年耶 對不對 對 第五年了 對 古書雅哈宗會踢五種 五種作物了嗎 哈哈哈哈 應該 還沒有啦 心虛的笑啦 哈哈哈哈 前面兩年 是先種水稻 哦 那水稻 剛長輩磨合 對 水稻已經 比較熟悉了之後 那開始換地瓜 換地瓜 對 那地瓜我真的小時候 比較沒有碰到 對 你比生日的一個 不好吃的繁蜀吧 對 生日的時間 以前 地瓜是給豬吃的 對呀 繁蜀吃的有沒有 嗯 煮來分 煮來分 煮會吃的 嗯 那現在種的是 就是 人 就是 烤地瓜那種 好吃的 甜甜的地瓜 五十七號的 非常甜 韓國三號樓的 飯屬中太一號 我每次都很順 很順 因為 我生日的時間 我印象很深刻 我媽媽每天都 都要挖竹筍 到菜市場去 那其實是蠻 蠻辛苦的工作 早上四點多 天還沒有亮 我媽媽就拿樹天桶 所以 很順 因為塞到你頭 它就會哭 對不對 還有就是要趕早市 要趕早市 六點 我記得我帶我媽媽 去菜市場的時候 六點半七點 就一堆人在那邊 等我媽媽的綠竹筍 一倒下來大家就 開始搶 漂亮的趕快就弄一堆 很快就一掃而空了 郭少 綠竹筍是你 頭白和小時候的記憶 對不對 對 很重要的記憶 雖然懂得辛苦 雖然懂得辛苦 眼前無人通電話 要搶牠就浮衆 這個辛苦的過程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綠竹筍 親徒工 非常多的那個 前置的工作要做 古書你看 今天要按辛苦 按辛苦又不僅僅 一年還只能一手 不僅僅一堆 他發生的 農作本來中 激營中的繁殊 入口愛中的綠竹筍 所以有條綠竹筍的 味道在馬桿內 一起休息 確定下這個 進來和大家的分享 好 非常體驗 要進到福氣來 我們還在做一群 阿拳妹 記不記得和大家 來小姐好 有很多土研龍潭的 兩位好爽的牆壤農民 驗到我們南昌中的 吃中的新的米跟品種 玩到台中鮮十號 還有沒有 有其他的農作物 還有老驗到的農田 跟驗到的辛子 結合著強烤 然後瑜伽結合在一起 跟由同太太來分享 驗到要開始 來種的野獄族筍 有說到野獄族筍 其實那個 當麻煩 當毒共的一種農作物 對 那像這樣子 綠筍筍沒有其他雞筍筍 像什麼麻筍筍啊 還有雞筍筍啊 也按照某種的雞筍筍 茶片都難以便 給我們分享一下 你要綠筍筍喔 綠筍筍主要 像要做沙拉的 大家最喜歡的是用綠筍筍 麻筍筍筍 麻筍筍長得比較大 綠筍 綠筍耶 它纖維比較粗 但是比較有肉 所以它是煮湯的比較好 那有些人吃到綠筍筍 可能會覺得苦 那就是因為初青的關係 營利亞蛋糕對不對 這上面的末端 對 所以 棕料六筍筍 當一周筍都要去炒 每天都要去挖綠筍筍 你讓它長出來 見到太陽之後 就不行了 它就苦掉了 那苦掉也不是不能吃啦 煮湯其實很好 煮湯可以 可是湯不會苦嗎 這個 要有一點點的技巧 喔 有秘訣的 我們 煮湯的綠筍 從冷水就要放進去 喔 冷水就要開始煮 冷水就要放進去煮 喔 蓋子會減電 喔 不要打開下去 喔 在蓋子裡面一直煮 好 蓋子燜 大概至少要燜30到40分鐘 營利亞蛋糕不會浮欸 對 真的要開欸 所以秘訣就是 冷水煮 燜煮至少30到40分鐘 中間不可以開蓋 營利亞蛋糕做成就不會浮欸 對 那就算是像一般的 我們想要用的做涼拌 蓋子燜煮出醬的法 也可以這樣子做嗎 也是一樣 再苦的 只要你燜煮 一定都不會苦 哇 好戲劣欸 那時候阿琴我會真的是 不小心撿到飽欸 因為我們 我們 小的時候 好像這一時節喔 醬的作孫全部拿出一麥來 醬的越來越多 就出醬的富裕 這樣吃 欸 就很奇怪 別人都說竹筍會苦 我們怎麼吃的都不會苦 原來就是因為我媽媽在煮的時候 我後來就問她說 啊 技巧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家的煮筍都不會苦 燜了那個按捏 故事有好處喔 天時機條前的觀眾朋友有好處嗎 燜了煮算按揚煮就不會浮喔 其實喔 燜整個燜煮 基本意味道可以給我分享的 不但像六十順 還有跟那些鹽油講到的 番薯啊 還有什麼啊 燜的都是全部就會用吃鹽弄飯 自然農法來種出來的 而且其實你們也有去試圖拿認證 而且也有拿到對不對 這個拿到哪些認證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是去 就是我們做友善農法 然後去申請綠色保育的認證 就是大家講的綠保田 對 那綠色保育的話它有分不同的項目 比如說有保育類動物或是棲地營造等等 我們之前有訪問過是有那個白魚的 是在南投的角白筍田 對 保育白魚 然後還有保育其他動物 它只要那個田的一種保育 可以成為它的奇跡 它就是可以拿到這個綠保田的標準 對 綠保田 那我們本身部分 我們部分的話是用棲地營造的部分 對 那棲地營造的話就是我們 像我們的田梗不是水泥田梗 是草的田梗 對 然後有防風林啊 就是營造適合小動物小昆蟲的 住的那個環境 那像洪姬它割草的時候啊 就是我也是後來才就觀察它說 它為什麼割草的時候只割 比如說它先割左邊 菇蘇就是一個田梗 岸蟲 孔岸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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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 對 它就先割一般 對 先割一般 然後它說因為它要讓蟲跑到另外一邊 然後等到這邊的草再長高一點點的時候 它再割這一邊 然後讓這個蟲又搬家搬過來這邊 其實那個 那個其實是那個 做不來的關係 分次有沒有 我會先割一半 那個草其實最受不了的是我爸爸媽媽 他們沒辦法忍受那個草 所以我是因為他們忍受不了的才去割草 那就是要讓他們看到有在做嘛 所以就是先割一半 對 但割一半也有順便 稍微長起來的時候再割另外一半 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因為我們講要留給小動物 小動物要有居住的環境 我們的昆蟲 我們在綠寶很重視的就是要分享這個空間給他們 所以我發現說 當我在割草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如果把草割掉的時候 他們要住哪裡 後來我想說我割一半的好處就是 我割這一半的時候 它可以到另外一半去住 等到這邊長起來的時候 我再割另外一半 這樣它永遠都有房子住 好好笑 好可愛喔 但是這也很重要 除了這個田梗可以營造棲地之外 剛剛淑妹老師有講到防風林的部分 防風林也是營造棲地的一個部分 對 防風林的話就會有很多的鳥類 跟很多的小動物 其實牠們都會住在裡面 對 因為其實現在牠們 可以住的地方真的越來越少了 就是我們一直開發 一直開發 然後牠們都沒有地方可以住 那綠色鮑魚牠就是強調友善環境 然後就是友善大地 友善小動物 對 我們不是從大自然一直去奪取 對 我們也要分享 對 我們 其實當我們營造這個友善的這個環境 當這個生態比較豐富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藥幾乎是可以不要用 自己有感覺 對 對 對 以前我們小時候走到田裡面 上面很多那個 搖紋 搖紋在上面 頭頂上一直飛有沒有 小時候應該有這樣的經驗 有 那這個就是在很自然的環境裡面會有 需要乾淨 喔 故事說 有咬到搖紋的那個 因為水懂腔 反應懂後才會有的 那在那個旁邊的那個防風林 牠其實蜘蛛就會在那邊結王 就要去捕這些昆蟲 其實當像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飛絲會過來 有些昆蟲牠要來危害我們的作物的時候 牠穿過我們防風林之後 牠就被蜘蛛網網住了 所以但現在因為你一直噴藥 那這些昆蟲也不見了 蜘蛛也沒有在那邊結王 所以你就沒有這樣的防禦能力 你就只能靠用藥 故事說 其實我們以後就去把所有的昆蟲 用來自然的方式讓牠呈現自然的環境 對於植物 對於作物來講 或是對於生態來講 都是最好的 達到自然的樣貌 讓牠自然的平衡 所以不單只是拿到了綠寶田的標章 其實還有拿到其他的標章 對 就是我們在去年也開始就是 有機認證已經通過了 因為其實像綠寶的查驗人員 來我們田裡面查驗的時候 牠就覺得說我們這邊就是很自然 然後很有那個條件 很獨立 沒有旁邊鄰近的東西 對 不會有污染的風險 所以牠就說其實你們可以去申請有機 所以我們就到去年的時候去申請 那也已經通過 就是已經下來了 哇 好厲害喔 所以其實 像暗用的風險來做 不但像中村拼著好的東西 其實自己吃了也很健康 然後工作起來也很開心 很高低甜度做瑜伽的時候 也覺得 哇 我會做瑜伽的時候 我會跳起 呼吸的空氣 都是新鮮的 我看到的風景都是自然的風景 但是在這個過程 像特別的 當時的世界 完全不用這樣 特別 因為當時期間 當然已經就是已經感受到說 其實這些農藥 化學肥料 牠們的 利害的地方 可能可以讓牠的農種膚更散了 一哈就變動了 但是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了一些危害 我想問的是 像宏基老師 年輕人都不看 那用爸爸媽媽給舔 給你用吃的農法 給鳳生安永倫 總給世界爸爸媽媽有夠嗎 幹嘛 他們剛開始覺得 應該是不可能啦 他們覺得 在那邊開玩笑 我在玩 對 那還敢把田交給你嗎 我第一年的時候 我不敢自己下去做 那剛好是 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去社大上課嘛 對 我想說 讓外面的人來 跟我爸爸先磨合 所以我第一年 我們自然農法的老師就先過來 對 剛好他有這個需求 然後我們就 我爸說 那個田可以先租給他做 那第一年真的是 又中了先十號 對 因為我們 我們那個自然農法的老師真的很自然 他田裡面真的沒有來幾次 真的好自然 然後 我爸爸媽媽 他真的 第一年真的沒辦法忍受 然後 我爸爸每天都在田裡面 然後我就說 你田不是租給人家 怎麼每天都在田裡面 看不慣草啊 他說我種田種了幾十年 我覺得很丟臉 你們那麼多草 所以他在田裡面 拔草補秧苗 所以 第一年結束的時候 我爸說 不要了 第二年不要了 後來是我一直跟他拜託說 那這樣子好了 第二年我自己來 那我自己來 我就是必須要順從他的意思 就是說 該除草的時候還是要除草 對 該補秧苗的時候還是要補秧苗 我必須要做到 讓他可以 勉強接受 可以接受 那 後來就這樣做下去 他等到 收成的時候 我爸爸覺得說 奇怪 他都沒有在 管理 都沒有在施藥 然後也沒有在灑肥料 奇怪 怎麼 用不會中到暗後 還是收成沒有讓他失望 他才願意讓我繼續做下去 我說 喊黑真銀 有意思是 人家說的傻勁啊 對不對 要有傻傻心的堅持 才可以一直堅持 才可以證明給爸爸媽媽看 當作的文台家做得下去接觸 甚至要用新的品種 就成功的文台家 故事的經驗 謝謝你們 謝謝洪基老師 謝謝淑美老師 跟大家分享你們的故事 聖夢 謝謝 聖夢你 聖夢太假 謝謝 沒聖夢 天使基條前觀眾朋友的收看 由是哈對哈騰騰騰 請上Q號的周圓圖聊